4. 星島日報 泰遣反白名為人北京反對政治化 2015年7月11日中國A24泰國遣反一白名為吾爾人回中國 引起爭議 美國、土耳其等敦促泰國停止驅逐難民 土耳其更出席攻擊中泰領事館事件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作天說 反對將非法移民問題政治化 公安部則稱者者為族偷盜者準備參加聖戰 公安部向環球時報證實顯反事件 稱者者新疆維吾爾族人 不少人計劃通過東南亞國家輾轉到達土耳其 再到雜Q 說 伊賴赫參加恐怖組織和所謂的聖戰 具已被抓獲的麥核木提奧暴力等多名組織 偷盜人員工術 西維匯 東伊運等境外疆獨恐怖組織 直接參與到組織偷盜活動 偷盜者已參加聖戰 泰國政府較早前稱 有大約170名維吾爾人被確認為土耳其公民 被送往土耳其 近100人人被確定為中國公民 被送往中國 目前仍有50人的身份等待確認 美國、土耳其等要求中國和泰國遵守國際準則 敦促泰國停止驅逐難民 允許其餘在泰國族人自願前往其選擇的國家 聯合國難民處也對此表示關切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天批評 一些外國政府和勢力妄固事實 毫無根據地將非法偷盜者稱為難民 中方反對將非法移民問題政治化 對於土耳其發生了一些針對中國和泰國公民和機構的暴力襲擊事件 華春瑩表示,中方對此予以強烈譴責